Hello 大家好 我是dera 今次介紹的是CA的產品 接下來我會示範一個春妝 春天的顏色會比較自然 今次我會選擇用這個金色 接下來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我會用粉底 先跟Model上一層粉 上粉的方法是順麵 額頭開始 然後到鼻子 記得順麵膚紋理 粉會比較貼 因為粉加了透明質酸成分 會有保濕的效果 上粉之餘同時潤膚 上粉同時可以從海綿的角度上的位置 然後到這邊 接下來我會上眼影 我選擇了金色 但今季出了五個顏色 有金、銀、綠、藍、紫 今次這個金色我會選擇 首先在眼窩位置上最淺色的顏色 先把蝦子上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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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用這個啡色 在眼尾和雙眼截位的位置上 增加雙眼的立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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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反轉面板 用這個 在眼尾輕輕掃一掃 再營造深色的效果 看到不夠色的話 可以重複再上 這次的眼影也很出色 那邊的眼睛也是這樣做 然後可以畫下眼線的位置 用最深色的位置 輕輕在眼尾上 數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可以畫下眼線 可以畫下眼線 可以畫下眼線 輕輕在眼尾上拉長 可以擴大眼的效果 然後打橫拉黃 眼睛就會變大了 另外那邊的眼睛 然後我擦蜘蛛 我擦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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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睫毛膏很輕 睫毛就不會剩下 硬了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會再上蜘蛛 我選了B4的顏色 它會帶一點橙色 上蜘蛛的時候 就在蜘蛛燈蘋果位置 輕輕地掃幾下 蜘蛛非常出色 一掃上去就已經看到有顏色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有光亮的位置 我們可以選它光亮的位置 輕輕地掃 然後再增加它的立體感 再增加它的立體感 然後我會和它上唇膏 我選了3號色 唇膏帶點粉紅橙 顏色很淡 自然 塗上唇膏會有水潤感 我選擇直接塗上唇膏 因為顏色比較出色和均勻 本身模特兒的唇膏有唇色很漂亮 如果有些人的唇膏顏色不太漂亮 我們可以先用遮瑕膏遮瑕膏 然後再塗上唇膏 顏色自然會出現 今天的影片是在及度衣服的讓人更多 Ddare 顏色 群色的結束 可以看到餐色飛鉤的東西 口白色上唇膏